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多想自己能有一架钢琴 不 不 哪怕能摸一摸 坐上去弹一次也好啊 一天父亲来到阳台 看到女儿趴在阳台上 食指在阳台上跳跃着 父亲便有了一桩心事 女儿从没见过父亲买一件像样的衣服 穿在他身上的总是洗得发白的工作服 女儿知道应该卯足了件学习 他想将来一定要考上音乐学院 那样就可以天天弹钢琴了 父亲似乎比以前忙了许多 每天很早出去 很晚回来 裹着身泥灰 倒头便睡 日复一日 女儿不知父亲为何如此拼命 却知道 父亲的白发 他已经再也数不清了 年复一年 五年过去了 女儿考上了最好的高中 父亲去银行 取出了存款 一路上陶醉在喜悦中 却不知道 背后 跟着一双邪恶的眼睛 他来到商店 来到一架钢琴前 这是一架赠量的历史钢琴 标价一万八 他想 够了 于是叫来售货员 当他满心欢喜地 将紧拽着手里的工具包打开时 一条被刀划开的口子 凝结了他的笑容 父亲 茶饭不思 一下子憔悴了 担忧笼罩着女儿的眼眸 几天后 父亲拿出一样东西 一块木板 上面贴着后纸 画着键盘 父亲说 爸爸没用 本来 想给你买一架真钢琴的 女儿第一次看到了 父亲的泪水 爸爸 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 什么都明白 他坐过去 食指轻快地跳跃在琴剑上 肘身沐浴着暖暖的旋律 他泪流满面 如七如醉 如醉 如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